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心中怀着友情与爱情在梦魇世界里战斗的方林 当然就领悟不到其中的奥义了 除非她亲手杀死自己的队友 忍住的来路上已经腾起了滚滚的狼烟 显示出了情况的紧急已经到了一个相当危急的地步了 方林深深地泄了一口气 翻身跃上了旁边的一头无主战马 反手轻轻地按在了马屯上 然后呼啸的一声燃起了一片火焰 不过 这火焰的颜色却如同大海一般是蔚蓝色的 火焰跃动着 给人的感觉却是身脆无比 就像是大海一般深不可测 马儿呢 没有任何的痛处 臀上被方林按着的部位就连皮毛都没有卷曲交互 反而是欢声长丝 直接羊蹄奔跑了起来 我来了 以我的最强状态 方林浮在了马背上 在心中默默地说道 你们 一定要安全地活下来 与此同时 吴华豪正在被七八名曹军疯狂地围攻 好在 他此时已经奔入到了江边茂密的树林当中 虎豹秦一时之间进不来 不过 饶是如此 也已经是险相还生眼 浑身上下 鲜血淋漓 而他的身后 孙尚香正闭目静坐 看起来正在积蓄着什么法术 林银秀奋力地斩出了三道半月形的起劲 那荧光闪烁的气劲直接贴着地面飞射而出 割断了数十株大树 最后忽然间爆裂了开来 树叶土雾 泥合在了一起 形成了大团的灰云 泥漫在了林间 银光四射里 林银秀是眉头一皱 他的肩头此时已经中了一千 深入到了鸡骨当中 他浑身浴血 展开了两名曹军大声地叫道 快走 老胡 还记得林的话吗 别跟着孙尚香发疯 再不走就走不了了 胡华豪望了孙尚香一眼 沉声说道 忽然 咱们的人已经只剩下不到十个了 张辽一旦冲过来都要死在这儿了 你若不走 我们就先告辞了 孙尚香闭着眼睛 他的右手捏着一张四绢四薄的黄色的东西 这这个东西似乎有千军之力 只能一点一点地向上挪移着 他冷冷地说道 你不能走 老胡一听 懒得说了 直接转身便大步离开 谁知道 这个时候 孙尚香忽然间用能够自由活动的左手 从怀中掏出了一件红色的东西来 直接对准老胡抛了过来 傀儡娃娃 胡华好坏身一阵 竟然是双眼圆睁 满面都是难以置信的神情转了过来 重新抵挡在了曹军步兵潮水一般的攻势下 在左边苦战的林姓一回头 见到他还不走 不仅高声怒喝了一声 你还在磨蹭什么 华生赫然多了几分淒厉了 老胡却苦笑着叫道 我 我不是不想走 而是走不了 这婆娘不知道有什么方法 抛出一个小小的某人 竟然能够将我的身体行动 给暂时的控制住了 眼下 我只能够拼命于他了 林姓倒出了一口量气 孙尚香竟然还有这等法术没有用出来 难怪得方明在制定杀他的计划的时候 就一再强调不能与他缠斗太久 尝试几下以后务必要一击必杀呢 眼下看来方明的谋划是何等明智 一旦打到关键时刻 几方大将突然间被他尸数叛变过去 那才是真的凶险万分 这时候 四名曹军精英同时出刀向着老胡斩了过来 但是他在孙尚香的控制之下 既不能退也不能闪 只能以骨盾硬接了下来 四把百炼的钢刀一起斩在了那面金色的骨盾上 啪啦一声将对面打了一个粉碎 金光是灿烂飘落而下 看上去有一种分外的凄厉的感觉 显然是这把骨盾已经损坏了 老胡此时根本来不及心痛 燕杰的旁边一名曹军的黑甲武掌又是挺枪刺来 他打喝了一声平平的一拳打了出去 竟然是以肉拳来迎战这锐利的枪头 拳枪相逢 双方皆是一阵 那黑甲武掌一恶 玄机目中露出狠辣之死 喝声啥 枪尖上突然间高速旋转了起来 往里一声刺穿了老胡的全心 老胡黑曹操的铁柱一般的脸上突然间一摆 接着他煞气大声 身上的红光一闪已经启动了迪肯的操爆 鼻子的闷哼一声忽然间跨前一步 吸进了过去 那个黑甲武掌已经使出全力来 但是都无法将这枪尖再刺入半寸 他自知不妙 甘忙是起枪飞退 可是老胡被这枪尖的子穿全心大掌 这是一握一捏一驱一折 就把那把枪折了断碎了 而他的另外一拳已经挥了出来 打了过来放大了 他这一拳 击在了黑甲武掌的头盔上 紧接着第二拳第三拳 而他的拳头上 还带着碎段的带血的韧尖 第二拳第三拳 全部都打在了咽喉上 那个黑甲武掌 立即似着一口破麻袋一般被打飞了起来 落下去的时候 头镜 连同头盔都已经变形了 眼尖的 也然是无法挽救了 这狂暴的 若是一头恶虎的老胡收拳的时候 脸色也有些苍白了 但是他马上又抓住了旁边的一名敌人 施展出了一记干枯大地天地反 利用传递出来的震荡 将越聚越多的曹军震开 老胡这一系列的行动 都是被孙上乡所控制的 他的心中却是暗自叫苦 因为先前那记干枯大地天地反一放 剩下来的精神力 连释放一记地雷阵也不够了 胡华豪预留的逃命手段便是 释放地雷阵之后 启动狄肯的残暴加速逃走 张苗的目标肯定是在孙上乡的身上 自己逃脱的机会是很大的 谁知道 孙上乡一来 就将自己的底牌全部给使了个干干净净 他不仅是摇头苦笑 自己一行人打的 是将这孙上乡当成弃子的主意的 可眼下看来 只怕被当成弃子的正是自己了 战场中央出现了一个有着如山气势的男子 他在这战场之上 穿着一身看起来并不厚重的甲重 倒是胯下骑着的马 浑身披挂了一层鱼泥后甲 寻常的马 若是穿上这种后甲 只怕早已经给压垮了 可是 看那匹马 游然羊蹄喷着响鼻的模样 简直那层厚重之物被他当成纸糊的一般 在这鲜血横飞哀嚎声不绝于耳的战场上 这个河下留着无缕长须的男子 却给人一种安静儒雅的感觉 仿佛他并非是在指挥着战斗 而是在夜晚的灯下 手持着一卷博书仔细阅读的温文感觉 而后方那烈烈飞扬的旗帜 则表明了他的身份 禁阳侯张辽 他手中的刀虽然连斩了十七八个人 但是血量的刀面上不留一丝血迹 最后幸存下来的那十几名无军士兵 则是奋不顾身的张公大剑 不管身边的曹军已经欺净 简直向着张辽飞射而来 而两名带伤的铁甲兵那也是大招 抛投出了身边携带来的炸弹 一眉眉的抛出去 张辽勒马长袖了一声 衣袖若是吃满了风的翻一般是满满的鼓上了起来 他探视不外 自马鞍旁边拿起了自己的朱雀长刀 竟然反身向着如雨的剑尸与投来的炸弹反冲而至 他冲的方向 竟是剑尸最密最盛之处 李箭射在张辽的马上身前被纷纷的弹开了 只有两枚炸弹被他在空中砍销当中是直接爆炸了 烟火泥满中张辽是充实丝毫不减 瞬间就从大团密集的烟雾当中冲突了出来 凡是挡在他面前的人不是剑血飞起就是倒地不起 从他一开始冲锋起就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拦住他一步 他就仿佛是那种一开步便绝不停歇的人 凡是阻拦他的人 个个都是血肉横飞 尸首不全 当有七名无军士兵被杀之后 一名铁甲兵依然是挡在了张辽的身前 他还是被他胯下飞跃而至的披甲军 极力的一跃之后生生的生生的冲撞了个正兆 直接飞出十余兆之外 撞倒好几个大树之后 口中狂喷鲜血 心死不止 而另外的一名铁甲兵趁机扑了上 想要将张辽从马上扑江下来 但是张辽却似乎侧面生着眼睛一般 直接反手一掌打在了那个铁甲兵的胸口上 那名铁甲兵的身体骤人间在空中僵硬中 凝固了数秒之后直接摔落在地 这胸口上有着一个深深的掌印 要一掌在铁甲上留下印记 并不难 难就难在这掌印的边缘光滑柔和 竟然连指纹都能够清晰可见 竟然是无一丝裂纹 这样将这刚柔并济的力道如此完美的融合 在一起 哪怕是放引整个世界的轮回者 那也是屈指可说 也可见了 张辽的力量实在是刚柔并济十分的卓越 眼见得这张辽始如破竹的击托而来 老胡呢 先是一个头锤撞断了面前扑来的曹军的鼻骨 又在百忙当中一掌捏住了左边曹军斩向孙上香的快刀 甚至感觉到了锐利的刀刃割破手掌皮肤 斩进骨骼之内所发出的摩扎之上 胡华豪虽然身体不能自由支配 可是他还能够说出话来 嘴上他狂吼了一声说道 你还在做什么 想死也别拉着我一头陪荡啊 孙上香此时默然地立在他的身后 左手上捏着的那张土黄色的绢帛上 发出了刺目的黄色光芒 他忽然间一睁眼 将那张绢帛勤了起来 轻声说了一句 找完中 顿时 那张土黄色的绢帛 化成了柔和的黄光 先是射上了十余米的天空 在茂密的树之间 形成了点点滴滴的黄色光芒 最后如雨一般飘落了下来 那光芒略微的显得有些稀数 但是在滴落的时候 竟然诡异的可以穿透任何东西 无论是树叶树干 人体盔甲甚至是冰刃 都无法阻挡那黄色光芒的滴落与穿透了 仿佛呢 是点点的幻影一般 最后 秦润入了地面上 再也难以发现 几乎令得所有看见的人 都以为方才出现的 那只是一个短暂的幻觉吧 但是 只有曹军才知道 那绝对不是幻觉 被那个柔和黄光所穿透过的曹军们 虽然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 但是他们发觉自己的移动速度 攻击速度 竟然锐减了一半还要多 张辽虽然身手高决 但是一样被方才那 若雨一般飘落的黄色光芒 所沾染到了 依然不能够豁免 而这呢 便是这佐词 所制造的妖术卷轴 昭安壮 A级道具 昭安壮 本道具 乃是用供奉在太上老君 神像前百年的帷幕所制成 接受了百年香火供奉的帷幕 具有着非凡的道理 能够对法术 起到有效的加成效果 昭安壮使用效果 是附近15至2000米内的敌人 移动速度降低55% 攻击速度降低60% 持续120秒至480秒 在使用昭安壮之前 必须先诚心的祈祷十分钟 在使用昭安壮以后 可以蓄力来强化昭安壮的影响范围和持续时间 最长蓄力时间为60秒 蓄力过程当中不能被敌人攻击 否则昭安壮将会被判定使用失败 使用昭安壮将消耗15000点积分 5点潜能点 扣除施数人80%的当前体力值 孙上香这时候才冷笑了一声说道 哼 能够让我动用这佐词心诗的艺术来对付你们 也算是你们的能耐了 这时候 老胡爷已经渐渐地恢复了对身体的控制力了 他看着笼罩了整个战场的招安壮的效果 也不禁为之暗自咋舍呀 孙上香望了他一眼 淡淡地说道 要是我先前不控制你出死力挡在我的面前 咱们一个都跑不掉 旁边的林盈秀也杀过来与其会合了 他冷冷地说道 你要用这大招可以对我们直说的 何必要用控制这种激烈的手段 林盈秀表面上做出了很无所谓的模样 但心里却是心惊了 二十年前在船头的那一仗 没能够将这孙上香一击毙杀 他先是将老胡用傀儡娃娃魅惑过去 在瞬间发动这个招安状 就算是不蓄力 也能够影响十五米内所有的敌人 持续一百二十秒 那自己一行人不是非死不可了吗 这个时候曹军虽然被持续的降低了百分之五十五的移动速度 但是在张辽的指挥之下 却也发挥出了人多势众的优势 合围了过来 燕剑的退路一断 被堵在了这死地里面 可是 林依秀与这老胡的脸上 却是露出了喜色 因为他们已经通过孟眼印记收到了 及时而来的方民的信息了 胡华红用力地握紧了右拳 粗壮胳膊上的伤口碰裂 击喷出了一道道的鲜血 显然是在续积着力量 在曹军逼过来之前 他已经全力地一拳轰击在了旁边的山壁上 拳深深地没入镜子的石头当中直至小臂 如同猪网一般裂痕 瞬间伴随着哗啦一声蔓延了开来 只听着喉咙一声 石片与烟尘泥漫的到处都是 轰骨当中 顿时回荡着巨石滚落的轰鸣声 而他们的身后 山石崩塌 露出了一条逃生的刀来 而在奔跑出数十米之后 绝处逢生的老胡 与林英秀抬起头来 他们发觉 前方骑在马上的方民正冲着他们在微笑呢 与之后事如何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集